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美国腐败的法律系统 我以为这个说法就是 他提出了非常严肃的说法 他有他自己的本身的概念 他不是一个很深刻的党派者 政党者 我们早跟大家提出过 美国的法律其实就成了笑话 但是他又是成为一个当今存在的根本 美国的两党制度 当他的总统的宣誓 都把手放在圣经上的时候 当他的最高大法官 同样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时候 他就有着一种法律 就是在圣经的背景之下 其实我跟你讲 用我们道家的说法 就是太极生两仪 太极生两仪 在美国政治体购当中 有一个总统 但是呢 却有个党派之争 党派之争就是两仪 两仪就不是完美的 但它是存在的方式 而这个在两仪 过分强调两仪分化的说 就是在这种两仪的背景之下 它是本来是一体的 对吧 本来是一体的 那如果在两仪之争背景之下 分裂了 这国家就分裂了 就是各自强调自己 而它曾经存在的时候 它曾经当初的概念 是一种两仪生太极 是反向走的 它可以遏制 每一方都遏制对方 但每一方自身 又有它自我遏制的一方 相生相克道理 所以你看到在民主党当中 有一些人中间派 他的态度很趋近于共和党 而在共和党当中 有一些出卖者 他的态度又趋近于民主党 而两党当中 这种相互制衡 在美国人民拥有枪支的宪法的 确定之下 美国就成为了最强大了 而美国个体的本身 它又建立在 美国国家当初的本身 五月花号就是清教徒 所以这奠定了美国的基础 那现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具备它整个形成以来 这样的与天意合为一体的美国社会 但今天的社会 分九必合 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 它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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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双方就成为了政治的本身 那法律就变成了 那上面裂了 那法律当然就变成了一个可笑的 诸咒为虐 也就是说失衡了 正负的力量失衡了 那从而出现了国家的这种败落 而这种正负力量失衡之后 保守派是没有能力战胜 保守派没有能力战胜 这个堕落的 恶的东西 但是呢 在越争持的过程中呢 保守派会以个体的方式 来保证自己的力量存在 这是我以为这是 重塑文化中自然的 就是以个体的概念就是 我个人强调就是自我的救赎 真的自我救赎 那就像我们节目当中 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战胜不了撒旦 战胜不了魔鬼 那是一种天象 人要战胜魔鬼 他就不是魔鬼 能战胜魔鬼的人 他也不是人 他是人间的神 所以他是一个生命层面 那我相信 在我们刚才那段论述 美国存在的伟大 对很多人其实是陌生的 他能接受 没有这么评述的 那这里面 而川普具有这么一份能力 真的具有这能力 他可以超越党派 超越国家 看到这个问题 他没有负担 他超越党派没有负担 你让共和党人说 共和党人就会有负担 对吧 那他没有负担 我们的法律制度是腐败的 我们的法官 或者如果你把它叫做法官的话 高度党派 妥协 惧怕 这是真实的 没错了 这就没错了 所以这就变成了 他一 就直接讲述了 不是 美国今天是无可自救的 因为你靠法律 法律本身腐败了 高度党派了 那美国怎么自救 美国怎么自救 其实川普讲的 让美国再伟大 同样是有一个背书的问题 就是只能是军权神兽 出来一个彻底的好人 彻底的好人 彻底的道德 在所有这些争持中 没有人谈道德 没有任何人谈道德 人们谈自由 谈公平 谈权力 谈制度 谈法律 谈正义 就没有人谈道德 是因为人们有了神性 人们就不会谈道德 道德是神性的 道德是神性的 正义 法律 自由 公平 人权 全是肉的 全是肉的 全建立在这块肉基础上 所以背离了道德 背离了神性之后 他就是恶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 正义战胜了真相 所以真相是神性的 是道德 真是最大的善 我们的边界在开放 我们的选举被啰嗦 我们的通货膨胀猖獗 天然气价格跟食品 已经穿透了头顶 我们的军队 是被这种醒来主义 所主管 醒来主义 就是这种阉格主义 什么醒来主义 我说你这样 他硬翻叫醒来主义 就是阉格主义 阉格主义就没有老爷们了 真的我不骗你 你看看现在 真正就是阉格主义 不叫醒来主义 那我们的国家将下地狱 萨斯曼无罪 其他一切都好吗 祝你们今天过得愉快 这是他没有办法了 川普自身没有办法 川普自身拯救不了他 拯救不了美国 他怎么去拯救党派之别 他怎么去跨越党派之别 他跨越不了 对吧 他同样要仰仗了共和党 那只有在真正 在军权神兽的背景之下 等到了那一刻 神险神迹 等到那一刻 川普可能有机会 被赎予军权神兽 所以他的出现 就是在摧毁党派 他的出现就是在 跟大家说党派的丑陋 只有利益没有道德的 然后呢 紧接着他就 他就 转到了这个普利策奖的问题 转到了普利策奖 这里面关键就是 通俄门事件 那通俄门事件 在当年的报道当中 2016年 普利策给了 华盛顿邮报跟 纽约时报 大概三个人吧 三个是四个大奖 那给华盛顿 给纽约时报 大概有一个最大的 就新闻调查奖 那而这个东西 完全都是假的 一切 整个通俄门是假的 那普利策颁奖 就变成了 是一个最丑陋的 对不对 他本来是一个调查 真相讲 所以川普再次转向 给普利策的一封信 我再次呼吁你撤销 你根据公然虚假诽谤 这个 污蔑的 这种新闻所颁发的讲品 如果你不去这么做的话 我们将在法庭上见你 这是川普第二次 直接威胁普利策 第二次 那之前曾经威胁过 他说 写给普利策的公开声明 就是你撤掉你的 撤掉你的普利策奖吧 你应该收回那些 普利策没有答复他 那而他的所收取的 真正的背景资料呢 应该是在 这个达勒姆这一次调查当中 所以呢 那很可能 川普会利用达勒姆的调查的所有的资料 以他的角度要重开法律案件 那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受害者 他不是一个政府调查的 他是一个具体的受害的公民 那而具体受害的公民 在整个栽赃的过程中 这是一个真相 这是一个真相 因为他不妨碍达勒姆获胜的这个case 达勒姆获胜 他讲述的就是说 向FBI撒谎 就是现在达勒姆书啊 这个萨斯曼赢啊 是达勒姆说 你萨斯曼向FBI撒谎 撒谎的基础就是 你没跟对方说 你是克林顿的 希拉里克林顿的律师 他重点在这儿 他的重点跟所栽赃的任何内容都不相关 这法律他就走得非常的窄 这条线 那非常窄 而调查的证据呢 却很宽 所以川普就会利用他另外的 你调查出来的所有的内容 因为那是公开的法律文件 那是变成公众文件 利用公众文件 川普把自己完全放到一个受害者的角度 去直接状告 这个希拉里 萨斯曼等等他的团队 是可以的 那以川普的财力 他有能力打赢这个官司 他有能力去打这个官司 这个是用钱的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打这个官司 如果告希拉里克林顿 打这个官司 会打成什么样 不知道 但他是可以打的 所以这里这个案子 这个故事的案子就有这个苗头 川普首先就奔了这个普利策奖去了 那奔了普利策奖 他的最大好处就是说 一旦逼得普利策 真的去应对这个case 或者说撤掉这个相应的案件的话 那再反过来 利用这个法庭的结果 川普去会对 对这个希拉里 他们采取法律行为 他是一步一步来的 因为普利策这个奖呢 就可能最容易打赢 我在我看 可能会最容易打赢 最直截了将 因为所有的证据呢 达勒姆已经帮他收集了 达勒姆帮着收集了所有的证据 但达勒姆在对这个萨斯曼的case上呢 却一点没用着 一点都没用着 所以等于是 达勒姆输了整个他调查案件当中的 5%甚至3%的这条线上 一下给输了 结果就浪 把90%多的调查内容 就给扔在这了 大概讲述了 整个这篇文章讲述了这些内容 然后又讲述了整个这个故事的状况 然后就采访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前联邦检察官 这个人叫托尔曼就去讲述了这个case的本身 那托尔曼比较痛斥就是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特区的法官以及陪审团 是完全被左派势力控制的 所以他是一个最左派控制势力的 那无论是陪审团也好 法官也好 甚至检察官也好 他的律师团队也好 整个是腐败的 所以很显然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达勒姆在这个地方 官司打输了 陪审团在他们眼睛里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所以我看到包括很多保守派的媒体呢 针对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比较淡薄 就说OK完了就完了 没有往下揪 但是呢 川普是非常愤怒 感谢我们的支持